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国内焦点 如佛丰盛港伊斯坦达军营战斗潜水池建设工程六度延误 工程告示牌甚至是莫名被拆除了 这引起了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不满 与令若佛州公共工程局出面解释 陛下在脸书发文透露 他在2018年5月亲自主持了动图礼 工程理应在2022年12月竣工 但陛下昨天被告知 负责项目的单位已经是六度申请延期 如今就连工程告示牌也被拆除 陛下要求柔佛公共工程局 以及负责项目的丰盛港线工程师出面交代 并预令马上重设告示牌 陛下指出这项战斗潜水池是陆军特种部队 第21突击队成员急需的设施 以提高个人和团队应对海上威胁的作战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